这里发现了个螃蟹爪子 挺大的是吧 看它这个动的走下 走到这里明显看到这个爪影了 这个就是螃蟹的爪影 动完这里走 不是特别大 野车才一斤多的螃蟹而已 搞一搞咯 这几天它海水没涨上来 所以这个土看的有点干 痕迹看的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这种洞是有 这种洞它是有货的 早上起太早了 舌头都打别的 这洞刺激 保守估计一个小时吧 大家可以一个小时后再来看视频 铁钢看下深度 铁钢看下深度 点钢 一个抖不到底 它是动物是这样走的 预计就这样挖 这条堤大家看的高 是不是觉得像堤吧 像河堤 这里原来是养殖场 不给养殖退堂皇陵 然后像这种堤 它都会被拆成平地 种红树 种后面这种红树 这个洞已经超出了预期了 土年 像本地人碰到这种洞 压根就不会挖 太年了 比起那些老头拿大爷 拿把镰刀去 去树林里面 扛扛红树就能挖得到 根本就不会想来 来吃这么饮 顺着洞口走 哎呀 我天 来吧 大家看脚印 这个就是螃蟹的脚印 这只螃蟹给大家看一下大不大 这个 这都没捅到水 还这么深 这个沟 还有一个沟都能扔进去 哇去 哇 这个沟下去 它不得了了 我以为挖这么深够了 这一个沟深了 看看今天会有几个沟深 刺激 主要是太热了 这搞了一个小时 现在开始算什么 算家中 挖了40公分 又探了一下 刺激的很 干脆得打个电窗吧 洞探到这里探不到 大概从这里开始挖吧 今天这快乐得无限加 驾驶 无限加中 得加钱 家中不得加钱 身体受得了 通了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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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了 通了 哦哦哦哦 工程 工程挖到了 我的天啊 螃蟹呢 看 看到了吧 脚印哈 哎 通过来这有一坑水 肯定在这里了 没跑了 就在这里了 螃蟹在哪里 螃蟹在哪里 怎么还有个洞往那边通 再挖到那边 会破一个记忆 有史以来最长的螃蟹洞 这得有精力 挖到那边得五六米 哈 哈 底下那个最边上那个是不是爪影 哎呀 看一下 哦这个是螃蟹爪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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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螃蟹大 哇 这个天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大呀 好大好大 是吧 打得吓死你 哈哈哈哈 一顿操作门路 花穴一看四两五 好大好大 应该有个四两吧 洞有多深 洞口在这个位置发现 一路挖过来 大家自己看吧 挖到这里之后 还进去还有这么深 有没有挖个五六米 没见过这么变态的螃蟹 得亏是不是遇上我 你更变态 哈哈 哎呀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